預備 9個馬位 轉到銀溪灣前往後 由得意之選 放出頭一個馬位 先領先 所以第二位 變得很爭議 第三位 依然是夠信心 然後就是堅毅 堅毅 然後才看到的確 然後還有百神堡 然後是榮里俱全 然後才是瀟灑王子 然後是梢牙追 然後是喜樂趣 在尾尾 依然是紅酒甜心 剛才是10個馬位 差不多轉完 預備入陣 接著到前面方頭 第二隻選 放出頭 首要的位 等位是夠信心 外面上來的 見到白神堡 現在衝刺 還有很爭議 還有堅毅 還有的確厲害 金威龍 前面第一隻 就見到夠信心 突圍 上來追他 現在先抱抱抱抱 就是白神堡 中間上來見到還有堅毅 的確厲害上下上下 後面上來還有瀟灑王子 前面夠信心依然領先 後面堅毅 上來追他 還有的確厲害 夠信心跑第一跑 第二名堅毅跑第三名 的確厲害 夠信心 加成千四 絕對合理 這隻馬 就是超班馬 後面堅毅這場賽事 很明顯 上場賽事 踏著了 這隻馬 一捐一捐 上來沙田 瀟灑王子 塞了車 反而的確厲害 一有快地表現好 白神堡 勇一下勇一下也接近 夠信心第一 堅毅跑第二 的確厲害 就跑第三 熱偷 爛腳 夠信心 後來越來越落飛 都正確實 證明他上次都是嘗試 留馬 這場仍然是按摩 這個堅毅 可以的 五十幾倍 五十六倍 找到這隻冷腳 好分 夠堅持 夠 趁過 之外 都是要服 蔡若鴻 可以這麼快 有信心 令馬已經增情 剛剛上禮拜 騙大嘴 多久的事 服 真是好 堅毅 看到馬今季是不同的 你看今季做得功夫 身又壯 有時就是要搏這些 沒有賽職 賽職 馬馬馬馬上要買一份 是可以計算 是拼拼這些 還未飽過沙田先死 這就是可以計算賠率 也要配合 馬神操的觀感 不一定看得到 而是你會覺得 如果 一樣也是講記性 如果一直都有跟開 神操片 你會看到一些眉目 今日馬出來也不緊張 以往都是很緊張 很嬰兒的馬 這隻馬會有一定程度慢慢的進幅 因為他現在四歲的馬都成熟了 這隻馬給我的感覺 我想到是哪一隻 好像是手尖一線 一直會這樣 我看他那種步伐可能是千八更好 這場塞得很厲害的內蘭 你留意一下 有一隻榮利俱全 差不多沒什麼機會騎過 中間有一隻喜樂翠也是塞得很厲害的 有說的 蕭手王子也是塞住的 有一個堆落的 喜樂翠就是一路輕煙了之後 根本萬成 你看他 他都不知道怎樣找位 由喊人